有的雙尾斜撐號 解放軍TB001作戰偵查無人機 11號又飛越台海中線 繼去年9月12月後 大陸再度派出這架可掛彈的最大無人機種 難不成是跟這有關係 率領華服機庫2049計劃入所 訪團來台 前美國印太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 12號更在外交部的訪團記者會上 公開讚揚台灣延長兵役的決定 加上日前華府智庫做的台海兵退結果 顯示解放軍弱犯台 將在激烈交戰後 由台美日取得產勝 薛瑞福也以此免台 不該有自我放棄心態 類似的論點 與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不約而同 12個月徵兵服役的舉措 是台灣全社會對捍衛主權承諾和宣告 他向北京發出了警告 這樣的信息和發散途徑必須多多以善 改革兵役是台灣捍衛主權最直接的證明 但前陣子被點名是國防部長 可能繼任人選之一的前參謀總長李喜明 卻認為這決定應不至於嚇阻北京 我們現在兩岸的戰力的差距確實大到已經 中國不可能認為你去定義延長啦 你多買一些武器啦 他覺得威脅很大了 反而是我們意志力的這種越喚散 你越覺得害怕 你反而在鼓勵他 畢竟比起船艦炮力 更難的是凝聚全民意志力 TVB 劉立成豐瑋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